与熊布伦宫遥遥相对的山坡上是一座观景楼叫Goriata 观景楼的顶端有一个象征帝王的大鸟 展开翅膀立在金球上 观景楼的两侧是一道拱狼 半圆形的拱门和高大的石柱显示出往日的辉煌 穿过拱狼走楼梯下来是战利品纪念碑 纪念碑的雕刻上有盔甲 刀剑珠宝和权杖等战利品 还有两个狮子把守 观景楼的整个建筑对称而高耸 展现出一种王者的风范 这个希腊式风格的楼阁是女王玛利亚所建 当初的设计是要建一座宫殿 但因为打仗和财政的问题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据说玛利亚女王最喜欢在这里享用她的早餐了 现在这里是优雅的咖啡厅 观景楼内部的顶棚有优美的装饰 大大的窗户可以让自然光线充分照射 让室内充满了温暖和开放的气氛 这里呢我是在当时的奥地利女王吃早餐的地方 现在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做女王的感觉 熊布伦宫历经四百多年的历史 多次更换主人 直到玛利亚女王在位时才修建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 这座皇家建筑群保存完好 宫殿与园林完美结合 如今这里虽然没有王室成员的身影 但依然深刻地留下了皇家的品味 站在这里俯瞰山下 维也纳市区尽收眼底 阳光下整个熊布伦宫看起来格外壮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ą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